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就跟神疏远了 而跟上一任土地的主人迦南人一样 犯罪远离神而污秽了神所赐的土地 那神就会把他们赶出去 如同之前借由他们的手 把迦南人赶出去一样 因此透过不同的日期节期的献祭 提醒他们数算上帝救恩 数算神的恩典 也透过这样来悔改 透过这样来感恩 跟神建立一个正确健康的关系 这样就可以长长久久的享受 神所赐给他们一切的祝福和土地 29节我们继续来看吹脚节 29章第一节 七月初一日 你们当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是你们当首为吹脚的日子 你们要将公牛毒一只 公绵羊一只 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七只 作为新香的繁祭 献给耶和华 同献的肃祭 用调油的细面 为一只公牛 要献依法十分之三 为一只公羊 要献依法十分之二 为那七只羊羔 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 又献一只公山羊 作赎罪祭 为你们赎罪 这些是在月朔的繁祭 和铜献的肃祭 并长献的繁祭 与铜献的肃祭 以及照例铜献的殿祭以外 都作为新香的伙计 献给耶和华 七月一号 以色列的农民利 换算成我们今天的羊利 就是加两个半月左右 所以七月一号 是以色列人的新年 大概是我们的 这个羊利的九月中旬上下 有时候可能是九月十号左右 有时候可能是九月十五号左右 那这个新年的时候呢 他们就要吹脚 来庆贺新年的来到 在那时候呢 你们要献祭 新年要献祭 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要献公牛土一只 公民养一只 没有残疾的公羊羔 七只 作为新香的繁祭 献给耶和华 第三节还要献数祭 然后呢 第五节还要献赎罪祭 然后第六节还要献 用这个葡萄所酿的美酒 的这个奠祭 献给神 因此呢 每一年的七月一号 过新年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 数算神的恩典 透过吹脚 提醒大家 新的一年来到 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 在一年之初 要与神建立一个健康 正常的关系 第七节 七月初十日 你们当有盛会 要刻苦起心 什么功都不可做 只要将公牛毒一只 公民养一只 一岁的公羊羔七只 都要没有残疾的 作为新香的繁祭 献给耶和华 铜献的素祭 用调油的细面 为一只公牛 要献依法十分之三 为一只公羊 要献依法十分之二 为那七只羊羔 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 又献一只公山羊 为赎罪祭 这是在赎罪祭 和长献的繁祭 与铜献的素祭 并铜献的奠祭以外 因为七月十号 是赎罪日 那一天 每一个人 都要在他自己的帐篷里面 刻苦起心 好好的来在上帝面前 认罪悔改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以为在旧约时代 你可以随随便便去犯一个罪 故意去犯罪 事后才去献赎罪祭 然后上帝就赦免你 不是的 赎罪祭 基本上是给你误犯了律法 你不是故意明目张胆神 说不可以 你却故意 就是一定要去犯 这个不可以 透过献赎罪祭 而罪得赦免 那怎么办呢 这个只能在每一年的七月十号 赎罪日那一天 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 或是进到会幕里面 神的宝座 就是约柜的前面 去为百姓怎么样 献上这个戴罪羔羊的血 来替所有愿意刻苦己心 痛恰前非 在神面前悔过的以色列人赎罪 那如果你没有把握到七月十号 赎罪日这一天大祭司 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到会幕里面去 为你赎罪化 那你所犯的罪 就是没有得到赦免 那上帝随时都会审判你 甚至把你击杀 因此呢 在赎罪日的时候 他们就一样在献上 凡计 数计 赎罪计跟奠计 那那一天也不要忘记 每天早跟晚的凡计 也不能废去 不能漏掉 再来呢 十二节以后是讲 七月十五号 开始要过以色列三大节期 里面的第三个节期 叫做祝彭节 它也是三大节期里面 最大的节期 因为要庆祝秋收 七月十五日你们当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要向耶和华首节七日 又要将公牛毒十三只 公绵羊两只 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 都要没有残疾的 用火献给耶和华 为腥香的繁祭 铜线的素祭 用调油的细面 为那十三只公牛 每只要献 依法十分之三 为那两只公羊 每只要献 依法十分之二 为那十四只羊羔 每只要献 依法十分之一 并献一只公山羊 为赎罪祭 这是在长献的繁祭 和铜线的素祭 并铜线的殿祭以外 第二日要献公牛毒十二只 公绵羊两只 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 公羊和羊羔 按树照例 献铜线的素祭 和铜线的殿祭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 为赎罪祭 这是在长献的繁祭 和铜线的素祭 并铜线的殿祭以外 第三日要献公牛十一只 公羊两只 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 公羊和羊羔 按树照例 献铜线的素祭 和铜线的殿祭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 为赎罪祭 这是在长献的繁祭 和铜线的素祭 并铜线的殿祭以外 第四日 要献公牛十只 公羊两只 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 公羊和羊羔 按树照例 献铜线的素祭 和铜线的殿祭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 为赎罪祭 这是在长献的繁祭 和铜线的素祭 并铜线的殿祭以外 第五日 要献公牛九只 公羊两只 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 公羊和羊羔 按树照例 献铜线的素祭 和铜线的殿祭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 为赎罪祭 这是在长献的繁祭 和铜线的素祭 并铜线的殿祭以外 第六日 要献公牛八只 公羊两只 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 公羊和羊羔 按树照例 献铜线的素祭 和铜线的殿祭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 为赎罪祭 这是在长献的繁祭 和铜线的素祭 并铜线的殿祭以外 第七日 要献公牛七只 公羊两只 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 公羊和羊羔 按树照例 献铜线的素祭 和铜线的殿祭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 为赎罪祭 这是在长献的繁祭 和铜线的素祭 并铜线的殿祭以外 七月十五号 大概是羊立的十月初 你们当有盛会 什么劳度的公都不可做 要向耶和华首节七日 第一天要将公牛 堵十三只 公免羊两只 然后一岁的公羊羔 十四只 都要没有残疾的 用火献给耶和华 为新香的繁祭 当然还要同时加上素祭 还有赎罪祭 以及奠祭 因此祝鹏节 总共是七加一 等于八天 我们大概就会看见 先连续过七天 然后还有第八天 有严肃会 然后每一天都要献祭 十七节第二天的献祭 跟第一天的献祭 差不多 只差公牛堵 从十三只变成十二只 少一只 第二十节第三天 公牛堵继续再少一只 变成十一只 以此类推到第七日 三十二节的时候 公牛剩下七只 那三十五节 第八日 你们当有严肃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只要将公牛一只 公羊一只 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七只 做火祭 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繁祭 并为公牛 公羊和羊羔 按树照例 献铜献的宿祭 和铜献的殿祭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 这是在长县的繁祭和铜献的宿祭 并铜献的殿祭以外 七加一就是第八日 你们当有严肃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严肃会 这个中文其实跟 这个翻译 跟西伯尔原文 会让人产生误解 严肃会 它的意思就是结束会 也就是七天 结束之后再多一天 那在这个旧约里面 大部分的这个严肃会 就是这个节期的最后一天 通常都是非常欢乐的 不要忘记祝鹏节是欢乐 庆祝求收 因此翻译成严肃会 会使人有一些误导 应该是叫结束会 就是七天的欢乐 感觉还不够 还要再多一天最欢乐 大大地向神献上赞美跟感谢 严肃会这个字眼 在旧约出现十次 除了约尔书之外 都是讲欢乐 只有约尔书那边讲 就是说你们应该在最欢乐的结束会 反而要认罪悔改 刻苦己心 因为你们大大得罪神 所以你们原本礼当要欢喜快乐 因为是七加一 就是最快乐的那一天 可是你们应该在那边 要好好的悔改 因为你们都快灭亡 所以那是一个反讽 因此严肃会在旧约里面 最主要的意义还是欢乐 而不是刻苦己心的悔改 然后我们看见这第八日 他这个献祭的这个祭动物就减少了 就是公牛一只 公养一只 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养高 七只 当然还要加上数祭奠祭 跟赎罪祭 三十九节 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旗献给耶和华 都在所许的愿 并甘心所献的以外 作为你们的凡祭 宿祭 奠祭 和平安祭 就是说 这个 祝鹏节所献的这些祭 不可以因为献了这些 那么多的祭 因为祝鹏节献的祭蛮多的 就这个疏忽了平常 安息日该献的祭 以及每天早晚要献的早晚祭 都也不可以疏忽 第四十节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话 告诉以色列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再次来思想 并且向你感恩 透过七月十号的赎罪日 提醒我们 我们不可以在神面前 随随便便任意妄为的犯罪 主啊 我们当被圣灵光照的时候 就应该要刻苦几心 真实的悔改 纪念耶稣基督亲自成为大祭司 他也亲自成为一次献上 永远献上的赎罪的戴罪羔羊 他的血已经替我们而流了 因此我们应该 不可以践踏神的恩典 任意犯罪 我们也透过祝鹏节 欢乐秋收的节期 感谢神赐给我们的一切 这不是我们理所当然 应该要得到的 这都是出于你极美的恩典 以至于七天过后 感恩还感恩不够 还要在家第八天 大大感恩 因为我们这一生 不仅做一个 实时数算恩典 感恩上帝的人 也让我们做一个珍惜恩典 不轻易在恩典中犯罪的 爱神的人 愿神祝福保守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